畫面右邊的機車騎士 紅燈停到一半 突然失去平衡向左倒 就在快摔倒的瞬間又站了起來 整個人搖搖晃晃也不前車 原地繞了幾圈後 還被倒在地上的機車給半倒 摔出畫面外 怪異場景讓附近店家全看傻眼 就是怪怪的啊 會為他是特壓 演壓 這名78歲騎士 10號中午經過青竹市燭光路時 因為血糖過低導致暈眩 才會出現彷彿喝醉酒的反應 騎士在服用完葡萄糖粉後 逐漸恢復並由家人帶回家休息 網友看到影片後搞笑說 騎士踩著魔鬼的步伐 這是因失路的第幾集 醫師則提醒民眾 如果有特定症狀 要特別注意血糖狀況 血糖低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有點類似 中風的症狀 不太不穩 心計 手抖 所幸騎士暈眩時車流量並不大 才沒有釀成事故 提醒民眾先衡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再上路 記者何夢前張志仁新竹報導